大家好,我是Stan 10月底,韩国规模最大的KPOP IDOL Facebook粉专 IDOL影响所被爆料实际是由大企业KAKO所管理 而引起了韩国饭圈非常大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媒体报道,有着132万订阅的Facebook粉专 IDOL影响所是以卡片新闻的方式分享KPOP消息 而这个粉专一开始是由个人经营 但是在两三年前就被KAKO收购管理了 而这个消息被曝光后,马上就引起了YOU FITER争议 POP IDOL是透过SNS很自然地在网上引起话题的营销策略 但是YOU FITER是还会散播抹黑竞争公司或者是歌手们的新闻 恶意带风向让网友们产生负面的形象 而很多网友们都表示 IDOL影响所一直在报道KAKO娱乐旗下所属的艺人 IDOL团体正面的新闻 而对其他经纪公司的IDOL们却报道相对比较不利的飞网性内容 比如说反映极端的Listrapi新发型 反映极端的一级新曲服装 这会让大众们认为他们的造型服装在粉丝们之间引起了争议 但是点进去一看的话也没有提到是哪里有什么问题 而对KAKO旗下的Stasy娱乐 Isty娱乐等却只相传正面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大企业这两代风向还这么显眼真的又好笑又愁乐 有关KAKO旗下歌手们的风向也就算了 但是母黑其他公司的歌手真的是个大问题 我也是在那里看过吐槽一级女精子造型的贴文 如果这个爱豆研究所粉专不是KAKO 而是SMGYP娱乐或者是嗨部管理的话 应该会轰炸论坛了吧 KAKO一句道歉都没有也太稠陋了 不过看留言的话很多人在质疑没论 但我觉得不应该 因为这么看的话 也有很多其他与大型经纪公司有关联的姻缘网站 我对个别组合是没有什么恶感亲 甚至也有喜欢的成员 但是那家所属公司真的好奇怪 无法信任 对于KAKO经营了抹黑带风向的粉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10月17号 Lisrappin发表了五人体之后的第一首回归歌曲 Anti-Preder 反应非常好 但在回归第二天的10月19号 成员Kim Chaewon和云景乘坐的车辆发生了车祸 结果取消了预定好的音乐节目 然后11月14号 Lisrappin在因为一天晚时间没有播放的美剧宾客 拿下了一位 但是正当粉丝们都非常高兴的时候 所属公司发出公告表示 成员和云景确诊了新冠肺炎 其他成员们目前都是阴性 在和云景解除隔离之前 会以四人体制活动 所以等云景回来的话 可能就要进行最后的打嗝活动了 在回归之前 Mang Nenang Chet确诊 回归两天后 前往云景车祸 然后再加上这次云景的确诊 Lisrappin这次的回归 真的是反复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希望能跟歌名Anti-Preder一样 遇到什么挫折都不会被打败 继续发亮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终于合体的子鱼树花 词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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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